我们立刻来关注这个黑神话悟空 真的是在全球王炸了 这个中国大陆终于是踏上了这个3A游戏殿堂 这样的一个史诗级的一个大作 也是让全世界都开始在讨论 那它已经是连续两天在Steam上面的 在线人数都突破了220万 我们跟大家讲 8月20号上线那一天在线人数是220万 而昨天又刷新了记录 昨天是235万人在当猴哥 结果235万人在线这个最高纪录 又再度刷新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中国大陆的首款3A游戏 什么叫做3A游戏呢 就是高质量 高体量 高成本 这样的叫做3A 那它到底有多高质量 我们真的让大家来看一下 这段预告片有多细腻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画面是非常的丝滑 而且它的所有的乐器都是用中国传统的乐器来配乐的 甚至是他们有专门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家的一个团队来制作 然后来填词 都是填上这个包含了一些中国文化底蕴的一些词句 那所以我们看一下 现在目前的销量已经是突破450万份了 现在目前估计至少可以到千万 销售可以到千万套 甚至到两千万套 是这样目前市场预估的一个数字 那不只是新华社报道 连央视所有的官媒 全部都在关注这个现象级的一个产品 因为等于是中国大陆 等于是划时代的一个拐点 他们已经可以做得出这样子称霸世界的3A级游戏了 那制作成本呢 当初是预估大概是4.5亿人民币左右 也就是20亿台币 但是依照现在目前销售450万套来算的话 应该这个销售额已经达到68亿台币 也就是说一天就回本了 所以这个大制作真的也是让大家这么的关注 就连中国大陆的外交部的记者会 也被问到了这一个问题 人家去问了毛宁 毛宁就说这是中国文化吸引力的展现 我们来听一听 我不了解电子游戏 但是感谢你让我关注到这款游戏 从名字看这款游戏取材于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 我想这也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吸引力 对 其实它就是现在目前黑神话悟空 就是等于在各平台都是霸榜的一个状态 那这个光是黑神话悟空这个关键词 在微博的阅读量就达到了23.2亿 而且Steam上面也突破了同时在线人数 这是235万人这样的一个在线记录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美日韩很多的玩家是觉得一片叫好 也有利票的玩家是破防了 就觉得说你怎么可以赢过我们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日韩好像他们玩家就给的评价比较低 因为过去我们知道 日本的话有Sony跟任天堂这个制霸 他们就是在游戏产业里面单机游戏 好像是他们的天下 那韩国来说的话 是线上游戏制霸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可是慢慢的你说腾讯也好 或者是这一次的游戏科学也好 它好像已经展现出来单机游戏跟线上游戏 这样的一个综合式的一个组合拳的一个态势 所以你知道这样的一个产品出来 就让日本的一个玩家跟韩国的玩家 就好像就是给他们的这个评价 就是给你一个83或是79% 那所以大陆的网友在讲说 习有日本任天堂跟PS 韩国线上游戏 但是今天被超越之后 已经让他们破防了 可是还有很多的这个新的这个抖音也好 短影音也好 现在只要挂上黑神话 悟空都是这个流量的一个展现 所以大家在开始纷纷的直播也好 或者是开箱也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外国的这个等于说玩家 他收到了限量版的这种实体豪华版的黑神话悟空 他就打开来之后就说 哇里面有非常精美的这样的一个纪念版的一个图片 然后甚至还有这个这个紧箍咒 还有一些相关的纪念品 现在都已经是在市场上一个难求 已经全面的寿庆 还有这样的戒指啊项链 他还戴上了这个紧箍咒来拍照 所以这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衍生性的一个风潮了 那再来我们看看黑神话悟空其实在这个游戏登上 这个等于说正式发售之前 在国外的一些游戏的网站或者是国外的媒体 都刻意给他分数好像低一点 但现在这个魔兽世界团体的这个原负责人 他玩过了之后他就很生气 他觉得说你们这些游戏记者们 这是去他差的 那他就说你们根本就是在进行敲诈跟抹黑黑神话悟空 刻意平那么低分 让很多可能游戏迷会错过那么精彩的游戏 所以他还替黑神话悟空打抱不平 那连高盛你看金融机构都跳出来讲 他说他们这次看黑神话悟空的这一个目前的反馈 大概保守估计可以至少卖出 在Steam上面可以卖出1200万份 如果再加上这个PS5的话 整体来说他预估可以卖到2000万份 也就是说收入可以超过50亿人民币这样的一个数字 所以看起来这个销量是还在这个持续上升 他说这叫做中国主机游戏的一个转折点 那再来我们看看这个黑神话悟空的制作人 现在其实大家也翻出来说 他一些相关的一些专访 还有他这一阵子也开始陆续有在各平台接受专访 他就讲说期待是用世界级的水准 来讲一个中国的故事 这个冯济他就讲说我们能不能也做到 在绝对的品质上技术上跟图像标准上 做出一个世界级的水准 来把这个中国的故事讲出去了 所以现在很多的一些大陆的网友们 他们就有在有一番话 他们那一番话就是说 以前是玩在埃及当刺客 在异世界当魔猎人 然后还有就是在世界各国都当了一些英雄 这一回我终于可以回到自己的国家当猴哥了 真是他们感觉好像终于能够展现中国自信了 那还有这个黑神话难道是一个终点吗 就是这个昙花一现吗 其实不是喔 现在传出还有三部曲 就是他们已经游戏科学注册了 还有江子牙以及黑神话江子牙 还有黑神话钟馗 所以不只有悟空喔 可能会有三部曲的出现 那很多人现在开始在 跟这个黑神话悟空里面的这个制作团队 就游戏科学的员工想要去挖角 然后员工都纷纷挂上说这个招聘勿扰 因为他们希望跟这个黑神话团队继续来打这一场仗 继续来破圈在全世界王炸 所以现在还有很多的产业链也都一起都带动了 比方说像是显卡 很多显卡品牌 像NVIDIA 联想啊 都开始说我们要推出一个联名款的显卡 因为必须要有高规格的显卡 才跑得动这么3A级的游戏 还有相关的取景点的门票 销售暴涨300% 流量也是暴增 所以整体来带动了 所有这个黑神话悟空的这个经济学跟效应了 你知道什么叫3A吗 这3A就是三个A嘛 就像是我们在这个银行界里面 有这个评级 这个企业它的信用等级来讲 3A代表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说你的制作成本 最起码4个亿以上 第二个你这个开发出来的时间 它这套东西 其实我们不要看到人家成功 要看人家背后留了多少血汗在里面 它总共从2018年立案到现在 将近6年的时间 才做出来这套系统 那你知道 它总共为了设计这套游戏软体 它花了多少钱吗 它一个小时的费用 就1500万人民币到2000万人民币 也就是说估计来讲的话 它制作这套成本 光设计这个软体来讲的话 就将近4亿的人民币来制作成功 所以会有这么好一个效果 我觉得它吸引人在什么地方 它吸引人就是 它是用这个第三人的视角 就是我去看 然后单人模式 就看到孙武宏在那边 这个过关斩将 一关一关 一关一关的过关 然后你选择不同的关 你会有不同的一个结果 我觉得最厉害 这让我们压抑的是说 他居然在第一天他就回本了 然后这套上架时间是8月20号 今天是22号 所以才两天的时间 他已经 这个成本已经赚回来 后续来讲就是他赚的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设计这种游戏 这么大的一个成本 就有点像在拍好莱坞的电影 你可能花了成本很多 但是你不见得可以获得 这么大的一个获益 成本不见得可以回收回来 也有很多 可能这个公司就垮掉了 也有可能 我觉得冯继来讲 他对自己充满了自信 然后可以花这么多钱 用这么多的人力 花这么长的时间 设计出来一套这种游戏软体 然后获得这么好的一个回响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但是我觉得目前来讲 我们当然不要光看到 他说是卖了多少 现在来讲 有一个叫做猴子经济 昨天开始出来的名字 黑猴经济 我们都知道前任的大陆 有一个很有名的咖啡 叫瑞幸咖啡 当然它比星巴克 等级要稍微低一点 不要评价化 以前我记得我在我们大白话里面 还讨论过 说瑞幸咖啡 加了茅台酒以后 大家很有幸福感 就是点一杯瑞幸咖啡 有喝到那种高贵的茅台酒 但瑞幸咖啡就跟他联名了 他现在推出一转 一款咖啡叫做什么 叫做黑神话腾云 因为顺空腾云家务 黑神话腾云美式黑咖啡 你看这个名字一推出来 听说他最近公司卖的有多好 昨天推出来第一天 他们公司整个傻眼 因为卖的比十个复兴节卖的成绩都要好 就男生会去买 比十个复兴节成绩要好 因为他有送资料夹 我觉得后续来讲的话 可能很多公司的联名 包括三星舞台三的旅游 各方面来讲都会整个带动这种风气 这是后续我们可以看到带动的一个 整个一个经济成长 不只是光一个游戏而已 我要特别讲一下这个黑悟空的游戏 也是一样的 其实昨天晚上我都在看 玩家打黑悟空的整个游戏 然后他从前起的动画 然后包含他整个角色的规划 以及他的构建 都是把整个中国文化带进来 我觉得这个宣扬给世界来说 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他非常的细腻 游戏也好玩 打到场景也非常的清晰 而且他把它跟孙悟空的游戏 其实是由孙悟空本身的 神话故事是有一点分开的 所以他不是完全 他是以孙悟空的这个故事 来衍生出新的一个 新的一个中国文化的一个游戏 我觉得这是所有华人 都应该引颈期盼的事情 不管他今天是中国大陆做的 是日本做的 或是台湾做 为什么我要提日本 因为过去很多三国的游戏 都是从日本做的 日本做的三国游戏做得非常好 而且他们也做了好一段时间了 所以甚至台湾很多小朋友 他了解三国 不是从课本上面 是打日本的游戏学的 那当然今天中国大陆 他们拿自己的这样的历史跟文化 做出一款这么好的游戏 到底有什么好酸言酸语的 任何一个国家 能够做出这样的品牌 他自然他有他的市场 在线220万的玩家破纪录 这个有什么好酸说 那如果你玩了 你就是中共同路人 我觉得这个有点是民进党的部分 支持者他同温层的激化太严重 在特定平台上面 产生这种敌我 互相攻击的手段 我觉得很不利于整个 这种全球化大趋势的发展 这么多的地方